同学,我们今天要上的营养学的内容是微量矿物质 好,那我们首先要介绍这个点,还有菇 它的含量跟功能,还有洗啊,佛啊等 那另外呢,还会特别介绍萍血以及威尔斯症 那经过这样的介绍之后,我们就会了解到 就是说点它的功能,还有认识并且了解到菇的含量跟功能 还有认识了洗的含量和功能,还有认识了解佛的含量跟功能 那认识跟了解萍血以及威尔斯症的一个内容 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介绍的是点 那点的功能呢,因为点是构成甲状腺激素 甲状腺素以及三点甲状腺氨酸的重要成分 所以呢,它的功能就是可以调解新陈代谢 维持神经肌肉组织,调解能量 那也是成长花育生殖以及心智健康骨骼生成 以及蛋白质合成的一个重要元素 那当点缺乏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有所谓的甲状腺肿大 因为长期点的缺乏的时候,会使人的甲状腺肿大 那这些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摄取量不足 那这样子所造成的症状呢,就会使得它的毛发就会变成很粗糙 而且会变成肥胖,而且有高血脂跟高胆固存的现象 那严重的时候呢,就会造成所谓的甲状腺肿 那成年人每天摄入点的含量大概就是100到140mcg 那这样子点的一个摄取量呢,就是成年人每天摄入点的量 就是100到140mcg 那过量的点,反而会干扰到甲状腺对于点的利用 包括这些点的含量呢,就像海带啊,海苔啊 以及农虾贝类跟这个海产类 还有绿色的一个蔬菜 还有蛋类啊,乳品类啊,以及骨类 海鲜类,海产类的食品含量点都比较高的 那其中呢,就是以海带跟海藻呢 最常用,而且含量食物呢,是最多 那一般呢,我们还要介绍鲜 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那鲜是我们身体必须的元素之一 它呢,是可以帮助正常人的骨骼的一个形成跟组织的一个护源 可以参与人体重要的一个酵素的组成 而且能够参与人类的一个能量代谢 蛋白质脂肪代谢有关 那鲜,它可以强化血球细胞的活性 具有抗氧化与生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元素 那在体内呢,可以促进抗氧化酵素 SOD的生成 那它是消除自由基对于细胞的破坏 参与组织蛋白质的合成 可以加速细胞的修复 促进伤口的愈合 对于皮肤出造干裂 以及青春痘的预防 还有治疗 也是很有帮助的 心能够维持性腺的功能 所以当人体缺乏心的时候 这个创伤的组织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呢 一般都是减少 会使得减少 而且呢 很容易使得创伤跟溃疡的这个伤口 很难愈合 而且在味觉跟食欲的减退呢 会使得免疫力呢 也会显著降低 容易受到感染 感染 那降低了视力 以及暗的环境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就是对视力呢 在暗的视力 适应能力呢 会减退 那性功能的低下 性功能的低下呢 可以引用某些 还会引起某些的这个皮肤病变 也就是说心的一个缺乏情况下 性功能的低下 除了性功能会低下之外 也很容易引起所谓的某种皮肤的病变 那所以说心是一个维持性性功能的一个重要矿物质 那心可能是可以控制 而且治疗肿瘤的 因为对男性来说 性的缺乏很容易导致金虫的减少 阳尾 或者那在女性呢 缺乏心的时候呢 很容易造成生理不顺 筋痛 不孕症 更可能导致 心可以控制所谓治疗肿瘤 风湿热 神经病 精神疾病 还有多发性的硬化症 一般长年长的人呢 就很容易造成所谓的骨质疏松症的情形 而且患有骨质疏松症的病人 他的血清中 心的浓度呢 有明显的降低的现象 那母粒含量是比较多的食物啦 就是含心量会比较多 那一般呢 建议成年人呢 就是说每天心的建议量是15到30毫克 那食物中含量较多的 就是牡蛎啊 螃蟹啊 豆类啊 牛肉啊 羊肉啊 以及小鱼肝 扇贵 还有猪肝 小麦胚芽 那在典型的美国人的饮食中 是严重的缺乏心的 大概有68%的成年 美国成年人 他们心是摄取不到 建议量摄取的三分之一 这文献上是有记载的 那菇呢 是雪红素的主要成分之一 菇 它是雪红素的主要成分之一 因为菇是维生素B12的中心元素 跟红雪球的生成非常有关 菇主要存在在绿色的蔬菜中 蔬菜中含量有菇与否呢 跟这个土壤中含有菇的量 是有相关性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喜 喜是人体骨光肝胎 过氧化酶的一个主成分 是吞食体内自由基最有效的物质 它可以保护细胞膜 不受自由基的破坏 可以保持细胞核跟基因成分的完整性 喜也可以抑制癌症的发生跟转移 可以保护身体 防止因为接触化学物质 而产生的过敏现象 喜可以活化淋巴系统的T细胞 刺激B细胞产生抗体 喜是产生前列腺素时 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 喜对于心肌梗塞 还有高血压 动脉硬化等成人病 有相当的帮助 因为喜它在人体内可以产生前列腺素 它是重要的一个不可缺的矿物质 前列腺素又是一个控制血压的荷尔蒙之一 它可以使得血管的扩张 预防动脉硬化 去除造成老化的过氧 过氧脂质 比如说 跟维生素一可以同时作用来延缓老化 预防组织遭到自有机的氧化而变质 所以喜是一个抗氧化剂 喜跟心是防癌抗癌的一个微量元素 一般维生素C还有喜 如果同时服用的时候 那么是会干扰到喜的吸收 因此不要同时的服用 两者之间最好间隔30分钟 喜跟心是一样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抗癌 以及抗癌的一个微量元素 那所以也就是说 防癌抗癌很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之一就是喜 那一般呢 成人的喜每日的建议量是100到200毫克 喜存在在许多的蔬菜中 其中最大的是像 含量最多的就像 大蒜 洋葱 小麦胚芽 奶油 全骨类 或是海产类最多 佛的功能 在骨骼跟牙齿 不仅含有钙 而且含有佛化合物 佛很容易跟氢啊 灵 氢 腔灵 灰石的一个结合 它很容易跟 这个灵的矿物质 做一种 产生一种可以溶解度低 又能抑制细菌产生的一种代谢物 那人体缺乏佛 佛的时候就会导致所谓的蛀牙 或者是骨质疏松症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佛 这个佛可以防止 浴池的产生 佛对牙齿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在药物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时候 同时也会应用到含有佛的一些产品 因为佛本身就可以维持牙齿的健康 还有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症等 那佛的每天建议量呢 就是1到1.5毫克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洛 三架洛的功能 在洛有协调这个胰岛素的作用 并且能够参与人体正常的代谢过程 那当人体缺乏洛的时候 那就很容易产生所谓的糖尿病 高血脂症 动脉硬化症 那人体呢 对于弱的摄取量 每天需要20到50毫克 那木的功能 木是一些像黄素酵 黄素酶黄素酵这种组成分的成分之一 它是参与尿酸的形成 那鹏呢 在人体的功能是不可夫事的 在更年期之后的 护女 每天除了标准的饮食之外 应该再额外补充一些棚 每天可以增加三个毫克的一个摄取量 那它可以降低 那它可以降低百分之四十四的尿钙现象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细 细会加强骨骼中的一个结涕组织的强化 可以形成所谓交叉结合胶元素 那经常在摄取低的细的饮食情况下 骨骼呢 就会产生发展不正常 导致骨质非常的细的现象 所以我一般我们不能吃的太精致的食品 反而会降低细的摄取量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说 一般我们人体在补充这些微量矿物质的时候 最好是以中和的 中和性的一个合成的这样子一个矿物质 那也就是说 最好是合成很多的矿物质 微量矿物质一起摄取 因为它需要的量很低 这些微量矿物质需要量很低 因此只要一点点就可以应付体内的生理代谢的需求 过多就会造成所谓的中毒现象 所以在食物中 可能呢都很容易摄取到这些微量的矿物质 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天然的食物 就会有帮助摄取这些微量的矿物质 那必要补充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补充剂呢 我们最好就用中和性的一个微量元素 是比较恰当 那过量的补充呢 就会对身体造成一些毒性 那这些矿物质彼此之间是有交互的影响力 那不适当或者是单独的补充 很容易造成过量的补充 那所以呢这样的过量补充是不好的 为了要避免这种过量补充 造成身体的毒性 所以我们应该要小心的补充这种微量矿物质 除非有个人的疾病 特别某些因素导致产生的某种疾病 需要某种矿物质的时候 那就必须要由医生来补充 也就是应该要由医生的处方来做一个补充 这些微量矿物质比较恰当 那每人每天在饮食中所摄取的微量元素呢 都是最好是由食物中天然摄取比较好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在身体里面是没办法自行合成 但是每天呢都是需要借由食物中摄取 而且都会因为过量或者是说有摄取了以后 也有可能因为代谢过程而有所排泄 从体外排泄的 所以每天呢都应该要从食物中摄取这些天然的微量元素 来补充这些损失 那如果不能经常得到这些天然的食物 没有办法足够的补充的时候 那就很容易导致身体的机能有所障碍 或者是物质的代谢产生混乱 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那比如说 常见的缺铁性的贫血 它是属于小球性的一个贫血 那因为铁本身就是一个造血元素 铁如果缺乏的时候 影响血红蛋白的合成 进而引起所谓的贫血现象 体内储存的铁缺乏 红血球本身是含有血红素 那当铁不足的时候 血红素生成就不足 那么红血球的生成就会受到影响 那咽血就会发现说 血红蛋白会降低 血红素也会降低 那当这个红血球 它的表现就会产生所谓 小红血球 是属于小球形的一个贫血症 那也就是说 在染色的时候 就会变成红血球的淡染 它的扩大的一个贫血现象 那缺铁性的贫血呢 它是很典型的 就是一种小球形的贫血 那这种典型的病例呢 在小细胞低色素的一个贫血现象 我们也也就是说 小球形的贫血 我们又称为小细胞低色素的贫血 那这个就是缺铁性贫血 那目前来说 最普遍的贫血形态呢 就是属于这种缺铁性的贫血 那造成缺铁性的贫血的原因 很多都是因为饮食中缺乏铁 那在婴儿的话 那么就会产生所谓的生长 生长不足 也就是婴儿期 它生长很快速 青少年还有月经 有月经的这个女性 或者是认成期 或者是哺乳期的妇女 她们都需要摄取比较多的铁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补充 就很容易引起所谓的贫血 也就是造成缺铁性的贫血 包括这种慢性的血液的流失 胃肠胃道的这个出血 或者是女性可能因为月经的流失 造成过多的一个铁的耗损 都会造成所谓的慢性出血 或者是慢性缺铁性的一个 一个现象 那所以呢 这个慢性出血 就是占的一个缺铁性的贫血 最主要的原因 那缺铁性的贫血 除了刚刚介绍的那些原因之外 还会有寄生虫药物 这些都会影响到铁的吸收不良 像胃的切除 或者是胃空肠吻合素以后 会萎缩 会产生 另外也会产生的像萎缩性的胃炎 还有胃酸缺乏症 小肠的黏膜病变 或者是小肠的功能混乱 或者是有长期的喜欢喝浓茶的人 他们都很容易影响到铁的吸收 那素食者也可能因为这样而造成 因为他的素食 所以呢 他都饮食中呢 都没有吃到一些动物性的肉类 那他就很容易有那个铁的缺乏 而造成缺铁性的贫血 那缺铁性的贫血的症状呢 主要就是有头昏头痛这种症状 那血铁值的减少 或者是铁结合力的增加 会造成铁结合力的增加 那这些都是 就是一个症状 身体的一种 会有一种回馈 就是一种它必须要有一个代偿 所以呢 血铁值减少的时候 铁值结合力就会增加 会有一种代偿的现象 那血液中检查 这种常规的检查 发现了血色素降低 红血球 红血球变小 或者是说 血中的铁值减少 那么它铁对于铁结合力呢 就会有增加的一个现象 因为会有一种代偿的情形 那在于缺铁性的贫血的饮食呢 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就应该摄取含铁值比较多的食物 像红肉啊 海产啊 豆干啊 或是干果类啊 豆制品啊 深绿色的蔬菜 小麦芽 那维生素C 本身是有助于铁的吸收 所以同时在摄取含铁量多的食物的时候 应该也要多摄取维生素C来协助铁的吸收 但是对于钙片 查咖啡因 还有高纤维质 是会降低铁值在体内的吸收跟利用 所以我们在推广这个铁的强化食品的时候 那这些恐怕就要避免使用钙片 查咖啡因等食物 那缺铁性的贫血的治疗方法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要把那个病因找到 找到了病因之后呢 就想办法针对病因来做一个改善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缺铁 饮食中缺铁 那么我们就补充铁剂 那缺乏铁的这种贫血 除了饮食中应该要注意之外 也可以使用铁剂 那铁剂呢 除了可以口服之外 也有可以用注射的方法 那口服型的铁剂呢 我们可以用所谓的硫酸芽铁片 每天呢 大概可以用0.3毫克 每天三次的服用 来促进铁剂的吸收 那也可以服用10%的G原酸铁氨 每次是10毫升 就是用10%的G原酸铁氨 每次10毫升 每天用三次 连弧三到六个月 中间最好要停个一个礼拜 或者是一个月的 这样的会比较好 那帮助铁剂的吸收呢 除了维生素C之外 那我们也可以添加1%的锡盐酸 10滴 每天三次来帮助铁剂的吸收 那也就是说我们服用 每天服用维生素C100毫克 每天三次 或者是1%的锡盐酸10滴 每天三次 这样来帮助铁剂的吸收 但是铁剂过多的时候 会有一些副作用 它的副作用就是会有恶心便秘 或者腹泻腹痛这样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威尔森 disease 那威尔森症呢 是一个罕见的一个遗传性疾病 那它是可以治疗的 那身体对于铜的代谢异常 所造成的过多铜的堆积 在不同的器官中 产生了就是对于组织的一个毒性跟破坏 那威尔森症的人呢 出现症状 可能以肝脏或者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问题 先表现出来 也有人是在肝脏或者是中枢神经系统同时发生 那这个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 像有一些肝炎或者肝硬化的一个现象 那它发病的年龄呢 可能会从两到三岁到四十岁五十岁都有 都有这个发病的情形 那病人可能出现肝的酵素呢 指数会上升 还有黄胆或者是白蛋白降低 腹水 凝血机能异常 血中的胺增高或者是肝异常 引起的脑病变 或者是有出现状况 会以缓慢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它的病情呢 会缓慢的渐渐变成严重 产生的神经系统症状 会有战斗 不自主的运动 或者是步伐不平稳 四肢张力异常 口齿不清 流口水 或者是吞咽困难 这些症状 那基因突变所引起的产物呢 也会 就是说会使得这个病变 这个病变呢 会造成传送同的一个有关的蛋白质 会产生一个突变现象 那患者很类似 这个Parkinson症的一个症状 他呢 渐渐的会使行动迟缓 四肢呢 会僵硬 而且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会有精神上的一个症状 最早出现呢 就是在精神状的病症 出现的情绪不稳 而且还会有明显的忧郁症 造育症 精神错乱 等等的一个症状 那这个威尔森症呢 它呢 是在遗传上 基因里面有第13对的染色体 因为在文献研究呢 就是发现说 在第13对的染色体上呢 有一个称为ATP7B的一个基因呢 产生了一个突变 那这个基因 它的产物呢 被认为是一种 跟那个传送酮有关的蛋白质 是有相关 所以呢 在肝脏中会含量很多 可能 可能因为缺乏了这个基因 而导致从胆汁排出的酮 会减少 而进行这个堆积在肝脏 也就是酮会堆积在肝脏 或者是其他的器官 就是威尔森症的一个 常见的一个症状 那威尔森症的一个治疗方法呢 目前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吃药 来加速铜的从体内的一个排除 也就是用药物来加速铜的排除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了立体的介绍 那立体一 何谓威尔森症 那威尔森症呢 这个病人 他是属于遗传性的一个症状 也就是在染色体第13对的染色体的基因上呢 发生了一个突变的现象 而使得身体对于酮的排出呢 能力降低 那这样的症状呢 会使得酮堆积在肝脏 或者是其他的器官 这个就是所谓的威尔森症 那常见国人贫血的问题 就是有哪些呢 因为国人贫血的问题 比较严重的就是一些 目前还有这个月经的一个妇女 或者是青春期 或者是在成长中的幼儿 他们比较容易有贫血的问题 他们是比较容易产生贫血的 那另外呢 就是还有吃素的人 也比较容易产生贫血的问题 因为他们摄取的食物中含铁的 含铁食物摄取的不足 也就是整个对于铁的摄取不足 所造成铁这个铁不足的小球性的 贫血症状最多 那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是常见在这个国人贫血中 那例题三呢 就是最好补充的 补充这些微量矿物质的方式 最好是用中和性的这个补充剂最好 或者是用食物中多多的摄取 天然的食物 就是蔬菜水果 这些比较好 就天然的食物是最好的一个补充剂 那如果需要额外的补充剂的时候 就是以中和性的补充剂是最好 那最好要使用补充剂的时候 要请教医生开处方签来摄取 补充这个微量元素 那例题四 那贫血的原因 造成贫血的原因有哪些 就是比如说是饮食中的摄取不足 或者是说微生素C的摄取不足 或是其他的同微量元素 微生素B6或者是微生素B12 这些可能都是贫血的原因 但是一般来讲 90%都是以缺铁性的贫血是最多的原因 好 那本章的最后的一个总结跟回顾呢 我们本章所介绍的姑、喜、佛等 做了一个介绍 所以我们已经在本章已经了解 我们每天所应该摄取的含量 以及这些姑、喜、佛等 这些元素的功能 另外我们也介绍了贫血跟威尔森症的一个症状 那在本章我们都已经做了一个说明以及介绍 相信同学如果有注意听讲 应该在这一本课程呢 你就会了解这个内容 那以上就是本章的总结跟回顾 就会了解